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觉得节省了很多人的时间和金钱 像比如说我在槟城没有点 但是槟城的学生要来到我的学院上课 可能以前要旅行 但是现在其实基本上是不需要的 只是需要透过Zone 透过网上学习就可以了 然后第二 我觉得这绝对是未来的一个趋势 然后未来的学习的模式 尤其是未来的学校 以后小朋友其实都能无时无刻 随时随地就是在家里学习 所以这个商机是无限大的 所以你以前在马来西亚有多少间分店 我们其实在MCO疫情前是12家 对 然后 学生大概有多少人 其实当时我们学生有大概1000人 对 透过这个implement这个线上学习过后 其实我们有增长了多2000位学生 然后是来自全马不同的地区 比如说像槟城 像丁家努 蓬洪州 甚至连新加坡的学生也有 之前我们公司的战略就是一直有在想要往线上 但是那时候还没有成熟 然后这一次的疫情其实也是推动了我们去做这件事情 加速我们的脚步去做这件事 明白 Brian呢 我其实蛮赞同Darting Guy说的东西 其实之前我们做线下的烘焙课程的时候 可能我们发现到我们学生只限在于雪荣这一区 可是我们转型了过后 其实我们发现到有沙巴沙拉越的学生也是有在 可是对我而言最重要的一个商机 因为我以前的烘焙工作坊 可能每一场课最多也是八个人 因为现在在线上这一个转型了过后 其实我一堂课可能可以有50到100个人 我现在其实用一样的时间 可是我可以教了更加多学生 这是我觉得这个真的是 线上带来给我的很好的好处 线上课程其实也是带了一些好处给我的学生 比如说因为以前都是线下课程 交了过后 他们有可能忘记了 然后现在因为线上课程 我们已经录制完整个的 刚才那个整个过程 哪怕他们上了过后 他们可以再重看 重播 再重播 对 而且你也不用直接自己在电脑 用数理帮你播那个视频 你再做另外的其他的事情 但是那个影片就可以为你带来收入了 是 真的省了很多时间